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CGN专栏 管家全人财商系列 我是台湾冠冕政道理财协会的中区主任杨明成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关于个人财务或家庭财务的规划流程 首先我们要了解到财务规划并不会单独的存在 而是伴随着整个人生的规划而来的 因为财务或者说金钱是用来帮助我们实践人生目标的工具 赚钱不会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钱是赚来花的 重要的是怎么花 钱要花在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上 而不是随意乱花 俗话说钱要用在刀口上 每个人的刀口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一生中所看重的事情往往也都不一样 人生是一个旅程从出生到死亡不过是数十函数 小的时候无法赚钱得靠父母抚养 等到真正赚钱应该是从进入社会工作开始 但随着年岁渐涨体力渐衰最终也很难再透过工作来赚钱 可是这时候生活的开销并不会终止 因此如何在可以赚钱的时候去创造财富 让我们可以过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生活 同时又能够负担起抚养子女的责任 以及拥有一个不予匮乏的老年生活 这的确是需要好好的筹划 在圣经箴言二十一章五节说到 殷勤筹划的逐智风雨 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 既然财务规划是像一个旅程一般 是有一个时间序的规划 所以一定会有一个起始点 一个目的地需要的时间和前进的一个速度 这四项要是能够搭配得起来 那这个规划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如果将来出了问题 那就会是在执行上的问题 举例来说 我要从台北到墾丁 大约要460公里 如果说预计要三个小时要抵达 但我的平均速度呢 时速只有100公里 这样是没有办法及时抵达的 但如果是五个钟头 就可以抵达 同样的在财务规划上 也必须掌握住这四个因素 比如说 我目前有退休准备金100万 想要在15年后退休 那到时候需要退休金1600万 但如果我每年的退休金的准备速度 只有50万 那这样我的退休目标 就没有办法达成 可是如果是每年可以准备100万 那就可以顺利达到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做了很多的简化 比如说通货膨胀率 投资报酬率等等 我们都暂时先把它忽略掉 而做财务规划的时候 第一个要完成的工作 就是要知道目前的财务状况 这就相当于要知道出发的所在的位置 他需要透过家庭的财务报表 去协助完成 那这个我们将在之后的单元当中 再做分享 那第二项是存钱的速度 那你目前是入不敷出 每个月都需要接待度日 还是月光足 每个月钱都花光光 毫无积蓄 或者是呢 每个月都可以积攒一些钱财下来 为将来做准备 那你是如何知道自己处于 以上三种状况的哪种状况呢 那就需要透过 每月的收入支出表去了解 而每月的收支状况到底是如何呢 又得透过记账才能够掌握 这也会在之后的单元当中做分享 第三项是财务目标 也就是你对未来的期望 他们往往是透过金钱去协助完成的 人生的理财目标不会只有一项 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找出四项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第一个就是退休规划 想要在几岁的时候退休 退休后的生活开销会是多少 另外一个是购屋的规划 想要在几年后购屋或者是换屋 新的房子大约会是多少的价位 还有一个是教育的规划 想要为孩子预备多少的教育基金 大约会在几年后发生 最后则是其他的规划 可能是购车 可能是旅游 也可能是创业 总是会有一些目标是需要用到金钱的 最后的一项则是时间 有些时间因素是不可以调的 譬如子女的教育金 那有些时间因素则是可以调的 譬如说购屋的计划 那有些则是可以做一个有限度的调整 譬如退休的年期 要不要调整时间 是需要所有的数据完备了之后 并且经过试算之后 才能够做出决定的 其实除了财务现况是无法调整的 其他三个因素都是可以做调整的 那这也会在之后的单元当中再做说明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了解到 做财务规划是需要有哪些的因素 那最后我用一个家庭财务规划的模型 多多模型跟各位做一个整体观念的一个说明 这个模型取名叫多多 是因为他的形状像一只狗 而多多则是我之前狗儿子的名字 那狗的身体部分呢 就是资产的状况 它可以再细分为三块 分别是投资性资产 自用性资产 和投资性资产 那其中的投资性资产 它会产生一个投资的收入 因此呢它会再回流到狗的头的部分 那狗的头的部分呢 就是指收入 除了刚刚讲的投资收入之外 更重要的是工作收入 那接下来狗的颈部 则是生活的支出 所以我们的收入扣掉支出之后 就会有一个现金流入狗的身体 那再看它会成为哪一种的资产 那至于狗的四肢 则是四种财务目标 投资性资产 最终就是为这些目标做准备的 最后呢 就是狗的尾巴 是指保险 当家庭的收入来源 收入中断或者是中止的时候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 这样一个备用收入 来维持整个家庭的正常运作 以上就是多多模型的简单的分享 今天的分享就先告一个段落 下次再见 谢谢各位的收看